那么我们接着讲第五节 就是风险管理 这一节内容主要讲风险管理概述 平台客户的风险管理 以及平台的风险管理 那么我们首先讲一下风险管理概述 那么上面的这个讲述是从这个投资者 P2P平台和融资者三个角度分析它面临的风险 那么这里我们仍然从这三个角度探讨如何进行风险管理 因为对于投融资而言的话 最重要的一个是选择一个高质量的P2P平台 进行相应的投融资 而这需要尽可能的避免在高风险平台上进行交易 那么我们讲那个P2P这个平台客户的风险管理 那么P2P平台的客户 它指的是P2P平台中的投资者和融资者 那么投资者和融资者应该尽可能的 避免在高风险平台中进行交易 那么如何识别高风险平台呢 这个需要根据经验证语进行判断 那么这里给出两个经验证语 第一个经验证据是黄毅平 在2016年他那个书上 那个讲了一个经验证据 这书上给出了一个经验证据是 高风险的这个平台 它往往也有以下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就是 它没有注册资本 或者注册资本没有公式 这个注册资本比较低 第二个就是它实交的资本比较低 第三个就是它没有公开利率信息 或者这个借款的利率比较单一 然后借款期限也比较单一 项目也比较单一 还有第三方保障 它不是银行或者保险公司 还有保本保息 如果有这些特征 它往往是一种 这个高风险平台出现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那么我们 我们也对这个问题平台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我们发现这么几个观点 第一个呢 就是民意平台更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平台 然后山东 湖北这些地方 更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平台 还借款利率高的 借款期限短的 平台风险更大 还累积为偿还贷款预额 暂率比较小的平台风险比较大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具体的数据 这个数据给的是各类型累计问题平台数量 与正常运营平台这个比值的这个情况 那么大家可以看看 在这个图形里面 民意系问题平台 它的占比明显是比其他的要高很多的 那么第二个证据就是 各地累计问题平台数量 和正常运营平台这个比值 那么通过这个图形 我们可以发现 山东 湖北 它这个等级的问题平台 它占比是更高一些 那么这个图形和这个表格 又出现了一次 所以体型的这个很重要 就是注册资本低 然后借款利率高 借款期限比较短 然后贷偿还金额比较低 注册资本比较低的 借款利率比较高的 这个累计贷偿还金额比较低的 借款期限比较短的 都高风险平台出现的这个概率比较高一些 那么刚才讲的是 这个投资应该选择一个高质量的平台 而且通过两个经验证据去找出 哪些是高风险的低质量的这个P2P平台 那么对于这个投资者而言 除了选择这种低风险的平台进行投资外 其实它应该尽可能地分散投资 这个分散投资其实有两大层次 第一层次是尽可能地投资于不同的P2P平台 这样的话分散平台的投资风险 第二个是在每个P2P平台里面 尽可能地将资金分散给不同的P2P的借款项目 其实这个分散投资其实是P2P的平台 可以用电脑它自动实现的 那么我现在接着讲另一块内容 就是平台的风险管理 这个P2P的平台的风险管理 它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 它应该在这个现有的监管法律法规的条件下 从事这种业务 尽可能地违避这种法律风险 因为游走在法律红线边缘 不仅使得这个平台 未来可能遭受巨大的惩罚外 还会使得该平台的客户 由于顾忌该平台较高的法律风险 而不敢在平台从事交易 进而导致平台业无法拓展 第二个是提高交易平台的技术 避免这个网络风险 那个P2P平台要对它的平台的硬件加大投资 避免病毒啊黑客攻击等 还有我们应该是加强这个资本金啊 提升资本金 加强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合作 实现第三方存管 那么这些措施 其实我们刚才那个做指证也发现 它会加强投资者投资的信心 从而会降低利率 提高借款期限 最终会吸引更多的优质借款者 参与平台交易 而优质借款者的拓展 是P2P平台稳健运营的核心 那么这次课我们就到此结束 谢谢观看与聆听 谢谢观看与聆听